哈囉,大家好,我是大師 那我們用RGB Fusion的軟體可以控制我們的技嘉顯卡LED燈 那我們靜態的模式可以調一直維持燈 那個亮度 然後我們的Pulse Mode的話就是會閃爍 就是閃爍一下 然後再來是 我們的Flash Mode 它會閃爍速度會稍微快一點 那我們有Speed的模式可以讓它再閃爍快一點 它這邊我就沒示範了 大家自己去調 它就是Double Flash Mode 它是一次閃爍兩次 再來是我們的Color Mode 它就是一個7塔循環這樣 再來是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Off的燈 那我們把輸入小塊看一下 影片可能看不太出來啦 因為那個幼影的關係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的Stop 那這款技嘉RX580 GAMING 8G的顯示卡 那 它的 雷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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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的操作方式 影片按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跟鈴鐺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囉 謝謝大家這裡的收看 掰掰